一位酒精商场的创业老司机关注我 每天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让你的人生少走玩路 任正非从军14年 1982年转业到南海石油集团下属的电子公司 做了一名经理 那后面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 被一家贸易公司骗走了连百万元 那试想一下 这在80年代 连百万元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就这还并不算是最糟糕的结果 最坏的结果 那就是在任正非因此而失业 且负债累累的情况之下 家庭也面临着破裂 在失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下 任正非不得已筹借了两万块钱 联合了五位朋友 草草的成立了一家公司 这就是华为的前身 华为从刚开始的六个人小公司 发展到现在接近20万人的科技巨头 为世界不可小觑 那我相信这和任正非军人出身的 严人律己的管理不无关系 那我更相信 这和任正非敢于放权的智慧 密不可分 那试想一下 一家20万人的公司 即使任正非再有能力 三头六臂 那也是管不过来的 关于任正非敢于放权 我们从一件小事情里边 就可以看出来 任正非管理的智慧 说一次 任正非请一位现在自立门户的 前华为员工吃饭 在吃完饭 大家散行以后 任正非就对隋同的吴春波教授说 这个人没有把公司做好 原因就出在他的腰上 吴教授听闻就把视线 投向到对方还未走远的身影上 任正非看吴教授是一头的雾水 就解释说 你看他的腰上挂着一大串的钥匙 就连仓库的钥匙都在上面 那这说明他什么都想管 什么都要管 把权力紧紧的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这样的人是很难成功的 你看我的身上 连一把钥匙都没有 但是如此充分放权 也并非任正非一开始的做法 只不过这种权责的大包大揽 有一次差一点让华为是错失良机 丢失掉手机这么最赚钱的业务板块 这件事情过后 就让任正非彻底醒悟过来 公司想要长期稳健发展 就要充分的放权 于是任正非就慢慢的 从多管事到少管事 从少管事到不管事 事情是这样的 2001年 当时的产品线总工程师张丽华 就给任正非说过 未来的时代是移动时代 华为的竞争对手 三星 洛基亚 摩托罗拉 大家都在开发手机 那华为也应该早早的布局 那不料这番话却让任正非是大怒道 谁要再敢提手机业务 谁就下岗 那不过张丽华是顶着压力 一个月过后再次向任正非汇报了此事 张丽华言辞诚恳的说 三级设备的确很赚钱 但很多时候都是一锤子买卖 后续更多的是维护服 而移动终端不同 手机市场广阔 可以卖很多次 这次任正非终于被彻底打动了 与是大手笔的拿出了十亿元资金来支持 华为也成立了专门的移动终端部门 张丽华为项目的负责任 这才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华为手机 手机业务也成为了华为最赚钱的业务板块 为后续的5G业务 以及招揽人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保障 充分放权 让华为一路是披荆斩棘走到了今天 成为了一家没有上市的巨头公司 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就是不敢放权 更不愿意放权 心想公司是我自己的 我干嘛还要听别人的呢 大家都心甘情愿 势必公轻的做起了拍脑袋总司令 只不过这种独揽大权的管理方式 有可能会让企业做着做着就做大了 但一定也会让企业做大后 又做着做着就做死了 不敢放权 以及不愿意放权 无外乎以下这三种原因 第一自己疑心太重 很多老板都是疑心太重 不相信任何人 他们只相信自己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肯定是不愿意放权于他人的 那即使对方能力再强 但是我们要知道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那既然我们用了他 又不放心他 那岂不是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那第二 没有讲诚制度 没有完善的讲诚制度 那这样老板放权以后 就没有权责的界定 做好做坏事一个样 那员工干嘛要竭尽全力 把公司的利益当做自己的利益呢 我们很多老板经常对员工说的一句话 那就是要让员工把公司当家 那试问一下老板们 有把员工当家人吗 那没有讲诚制度 权力放的越大 反而会越坏事 因为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 而不能够设身处地的 站在公司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 第三 怕他们独立门户 很多老板都担心 怕权力放的太大 最后把员工都培养起来一个白眼狼 那最后员工什么都懂了 就自立门户了 那其实这种现象早在两千年的时候 华为也出现过 那当时很受任正非器重的李一南辞职以后 就带走了华为一千万的设备 摆上去自立门户了 创建了港湾网络 同时还带走了大量的华为高管 以及技术工程师 那后来人正非反思 为何自己会把爱将培养成竞争对手呢 那后来华为的全员持股制 我相信和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 那既然把自己的爱将变成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那何不妨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合作伙伴呢 最后我想说的是 企业想做大 老板的格局就要放大 要善于培养人 更要为财适举 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 不要担心员工的能力 更不要怕员工的能力会超过自己 而自立门户 那其次 要建立完善的讲诚制度 权益得当 员工能担多少责 就要得到相匹配的回报 那不要怕员工拿得多 而是怕他拿不多 那不然这样再优秀的员工到最后也很难留下 再者 要把分钱的游戏规则设定好 我们可以学学马云 有钱大家一起赚 而不是一丝己欲 不然爱将最后只能变成我们的竞争对手 那如果以上这几点 我们都做不到 那不如从一开始 我们就不要想着做大 过着知足者常乐的生活 那也挺好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野心如果超过了自己的能力 那就是自不量力 对此 你又会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 好看